大家好 我是信仪明杰 最近呢 从国内海淘了一个小米手表 X3或者是31手呢 我本人呢 就经常是使用的是小米的设备 在国内 因为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 嗯 但是在美国呢 市面上只有三星啊 加盟啊 成果的手表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一般 这仅仅是个人观点 我现在就给大家来评论一下 在美国使用小米手表是什么感觉 它的APP功能啊 是不是能适应美国 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这是外包装的感觉 像我们在国外的人啊 尽量要支持中国制造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包装撕开 现在我们把这个包装撕开 当时想买了个绿水鬼的衣服 现在没有 直接货了 按就是一塊手錶 一個充電器 一個透明書 一個充電器 如果是實在的話 大家要在其他 這個阿拉伯特製的這個 都能看到 現在就給大家主要所動講 在美國的體驗 做工非常大 做工非常精靈 我個人覺得比什麼韓國啊台灣的拍比較好 我們給它充上電 這邊有一層模式 對 現在要下載小米健康 美國呢手機的選擇 也是很重要的 你用什麼手機 就是有什麼樣的服務 如果中國翻過來的 新迷迷呢 它很多有國內的手機 還有美國的手機 你最好是雙卡雙帶的手機 但這點在美國很少 如果買小米手機 它基本上是雙卡雙的 但是有的公司小米不支持 小米手機 跟T-Mobile建議會比較 我下次還是會買小米 一千美金 相當於 其他牌子 一千五一千六的品質 這樣又能省錢了 搭一個手錶 也就是一百 好 不過如果小米手機 是在美國摔壞了 就沒地方去 就要想辦法 早點弄回國內的 希望雷總在美國開個點 Are you ok? 好,我們看快要升級好了 這個固定升級有點慢 跟美國的網路也關係 我本人用的是一個小米11 Ultra手錶 但如果你要用這個其他牌子的手錶 據說不好 它自動就識別出來了 現在我們就連接此設備 我本來是有一個二戰 後來在聖地亞哥旅遊的時候掉了 這個美國沒有小米的專賣店 就這樣我給它連上 這樣在這個美國呢 手機設想也就是蘋果三星 然後是組割 我覺得那些手機都沒有小米的 這個 這個配置要好 所以說我準備給這個小米14 這個AOSA過來 再擺高一個過來再換 你看我現在配對 配對 點確定 那這個使物表的分辨率非常高啊 這個信息欠完成 我最近開始減肥 有一個手錶還挺方便的 這邊一開始叫你設置錶盤的樣子 我們先給它升級 升級固件 這個錶帶有點醜 不過後期可以乾淨 這個小米S3手錶呢 就大概900人民幣 你如果跟其他東西一起買 就幾乎不要進去 還是很划算吧 那什麼三星蘋果都要好幾千 關鍵是看它能不能在這個美國使用 使用起來是不是很方便 有一個智能手錶還是很重要的 你有時候刷卡什麼的 把那個卡 固執在這個手機裡面 就不用帶那麼多卡 固執在手錶裡面 可以提供完成 它主要還是要用小米的手機配備的手錶 才用的比較粗心 可能三星裝起來比較 可以用小米的手錶 鍵容性不是太好 小米的手機加手錶加起來也不超過一千米 小米的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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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onsistency 現在我們給它升級 但是這零件這零件這零件 在 apparently 之間的手錶 今天我們現在給它升級 現在這個小米澎湯是從此終始終成功了 我们现在在APP上面操作 同步 数据同步成功 然后就是设置你的这个升高质重啊 然后这边有个设置 基本上操作都是跟你这边一样 我们现在下载一个好看的标准 标准是什么 我比较喜欢多功能 现在这个三代的数据比二代多得多 然后更精细 这个我喜欢奶奶拆的 这个粗食的表面太丑 好了,装好了 看看有什么软件 这个下面这个右下角的快捷键 是根据你提前做什么运动 最近在减肥嘛 零哥,爬船,伙伙伙伙众 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这些 基本上够用 在美国呢,你基本上用不到 你也不可能开车的时候看手表就到了 这些上面都有 主要就是一些健身的东西 我个样的感觉够了 如果这个百度地图能换成谷歌地图就好了 现在我来 骑车 室内骑车 训练 出了一张抽 现在我把它取下了 带 带起来就很简单 他现在这个表带的设计 表带设计没有那个扣子 这表带设计挺方便的 带起来也很舒服 现在我来试试看汽车 运动了一小时 大家看看效果 运动已暂停 运动已结束 主要这个东西借助心率就挺好的 如果需要装一些国外的软件 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软件